要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人出行 骑着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可谓面子十足 要是能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无疑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在那个评票供应的年代 自行车可是供不应求的抢手货 有人回忆说 骑永久牌自行车的人要是摔到了爬起来 必定首先看永久摔坏了没有 地位绝对不差于现在的奔驰宝马 很多人印象中的永久 还是种二八式的带横梁的大自行车 可别嘲笑他笨重老土 这可是当年妈妈们结婚前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聘礼中最重要的一个 能坐着自行车还是名牌自行车出嫁 在当时可是相当分光的 尽管一辆自行车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 但人们仍然不惜通宵排队购买 从那个时候起 中国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 自行车王国 今天在全国各地的马路上 自行车依然是城市里跳动着的音符 很多家庭已经把两个轮子变成了四个轮子 但那一段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而自豪的集体记忆 却是许多人误解的情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